我现在来介绍的是斜律的物理意义 那我们的话呢 我画了一个图给各位同学参考一下 这是一个时间速率的图 这边是Time V是Velocity 就是所谓的速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运动的状况 在T等于0秒的时候 0秒到2秒之间 我们是在做一个加速 由0爬升到60 然后的话呢 2到5秒 各位同学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水平线 也就是它是定速的行驶 到了5秒到6秒之间的话呢 它又在度的爬升 到了100 从这个地方6秒开始到10秒之间 做减速的运动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所谓的加速度 Exhalation 它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 它是单位时间速率的变化 那么我们来看看单位时间 来我们来看0到2秒之间 是什么样的情况 0到2秒之间 来我们的话呢 0到2秒之间 它的加速度是 时间历经2秒 速率由0爬升到60 60减掉0 于是这个地方是 我们是30个单位 它的加速是30单位 2到5呢 A的话呢 A的话呢 2到5 它是什么状况 它是 时间历经3秒 5减2是3 那它的话呢 有没有速率的变化呢 它没有 于是这个地方是0 我们再来看5到6 5到6的话呢 是什么呢 我们历经时间1秒 它的话呢 是由60爬升到100 所以这边是40 40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最后一个 6到10 是怎么样状况 6到10的话呢 它的话呢 是4 上面的话呢 由0 100到0 所以这边是负的 负多少呢 负100 所以这边是 负25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的加速度的 意义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30的意思 刚刚好 就是它的斜率 这边的话呢 2到5秒 它的斜率是0 5到6 它的斜率是40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减速 减速的话呢 它的斜率是负的25 那这个图形 我们称为 等加速度运动 它这个地方 分段来说 是等加速度了 加速度是固定的 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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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说 它是变加速度的状况 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的话呢 它就没办法 像我们那么好算 因为它不是直线 那它的变化的话呢 是 是一个曲线的方式 那么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瞬间的加速度 这边这个点 假设叫做A 这个点叫做B 这个点叫做C 好 我们来看一看 ABC 它是在做什么样的状况 它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看的是 瞬间的加速度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所谓的瞬间的加速度是 当时间 趋近于0的时候 δeta T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瞬间的加速度 叫做以时间对速率的为分 来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也就是所谓的切线的斜率 以A而言 它的切线斜率的话呢 它的话呢 是正的 那我们它的了解 A是处于一个正在增长的状况 它是在加速的状况 B的瞬间的话呢 它的切线的斜率是水平线 我们的话呢 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处于持平的状况 它瞬间来说的话呢 它没有变化 以C而言的话呢 我们看看 它的切线斜率的话呢 是一个负值 负值的意思是代表的是 我们现在正在减速之中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 斜率的物理意义 我们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为分的话呢 就会比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就会比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